而阿根廷队在0比1不敌日本队之后 成为了第一支被淘汰的球队 昨晚 07女足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 在B组的一场比赛中 身穿红色队服的朝鲜队面对实力不如自己的尼日利亚 在开场仅17分钟就率先取得领先 金庆花主阀的角球直接悬进了对方大门 1比0 仅仅过了4分钟 尼日利亚后防再遭重创 朝鲜队再次获得左侧角球 买伏在小禁区的李金书没有错过这个绝佳机会 投球攻门得手帮助朝鲜队取得两球领先 值得注意的是助攻此球的正是首开记录的金庆花 换边再战 朝鲜队本来有机会扩大比分 但是还是稍稍欠缺了一些运气 最终2比0的比分保持到中场 选取3分的朝鲜队与美国队同击4分 并列该组榜首 与朝鲜队一样 美国队在稍早结束的比赛中也收获了一场胜利 面对来势汹汹的瑞典队 在经历了开场的适应阶段之后 美国队很快就控制了场上的节奏 而他们的首个进球则是拜瑞典门将林达尔的失误所赐 第33分钟 面对美国的长传球 林达尔判断出现严重失误 及时回方的队友被迫阐倒美国队前锋 裁判果断吹罚点球 瓦姆巴赫轻松地为美国队将比分领先为1比0 进入下半场 瓦姆巴赫在线杀手本色 他在第13分钟坚硬队友的传球 一脚大力射门再次洞穿了林达尔的食指观 最终美国队2比0战胜了瑞典 全取三分 并将出现的主动权掌握在了自己手里 A组方面 在揭幕战上惨遭11球惨败的阿根廷队 依旧未能延续落败的命运 尽管在控球时间方面占据绝对的优势 但南美人还是在比赛的最后阶段失守 商庭补食阶段 阿根廷门将扑球脱手 17号永里优技抓住这最后一次机会 门前简陋统射破网 凭借此球 日本队以1比0艰难的战胜阿根廷 暂居A组榜首 在A组的另外一场比赛中 德国队迎战身穿传统白色队服的英格兰队 尽管三师军团在比赛中 创造出了比德国队更多的机会 但临门一脚有所欠缺 最终两队0比0不交白卷 德加第五轮昨晚先赛一场 布莱梅在客场以0比3不敌多特蒙德 比赛当中布莱梅还有一名球员 因为恶意报复而被红盘罚下 可以说布莱梅是输球又输人 07拼超联赛日前终于降下了帷幕 不过曲中人为赛 主办方昨天举办了一台隆重的颁奖典礼 包奖在联赛当中表现优异的运动员 教练员以及俱乐部工作人员 本次颁奖典礼于昨天在北京天坛饭店举行 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蔡振华等领导的嘉宾 出现了颁奖典礼 另外部分获奖运动员 教练员以及俱乐部代表 也参加了颁奖典礼 这也是自拼超联赛举办以来 首次进行如此大规模的颁奖典礼 本赛季表现突出的广东长远新才队 一共获得了五个奖项 其中由于原本在女单胜利榜排行第三的王楠 参赛次数没有超过18场 因此小将刘诗文顺替成为了本赛剧 女单排行榜第三位 王浩李小霞分别领先男女单打排行榜 广东长远新才队的主教练杨华杰 当选本赛季的优秀教练 另外广东长远新才俱乐部凭借出色的运营工作 还获得了最佳赛区 优秀赛区经理 以及电视转播运作当奖项 我们主要还是在资金上一些支持 但最后运作 我觉得广东队 包括我们广东电视台 整个配合都还是非常好 所以我们能够在平常联赛当中 得这么多奖 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王浩李小霞当选本赛季最佳运动员 而夺得男女团体冠军的宁波海天俱乐部 以及北京首创俱乐部 则当选最佳俱乐部 2007年F1摩托艇世界锦标赛中国大奖赛 将于今年10月中旬在深圳南山举行 中国也将派对参加本战比赛 本年度F1摩托艇世界锦标赛中国大奖赛 将于今年10月20号和21号 在深圳南山举行 本次大赛的主题为激情燃烧深圳湾 来自中国美国等11个国家和地区的参赛队 将会上演一番龙中互动 尽管竞争激烈 中国队领队陈焕明先生 对中国队的选手还是充满了信心 昨天下午2006到2007中国大学生足球联赛总决赛 在广州的华南师范大学大学成校区隆重开赛 共16个学校的参赛队伍突破重围 进入到总决赛 节目站由身穿白色球衣的深圳大学 对阵上届冠军北京理工大学 北理工在第11分钟由聂慧首开记录 他一脚四传四射的宫门打破了场上的僵局 不过深圳大学在第40分钟扳平了比分 马杰文在门前混战中投球破门 将比分改写成1比1 下半场第86分钟马杰文再进一球 帮助深圳大学队以2比1成功逆转定手 取得了开门红 感谢您的关注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我们的五天平新闻 我是深男再见 KVB昆仑国际 最新调查数据显示 上海五岁儿童乳牙患取率高达70%左右 有6%的五岁儿童还患有牙龈眼 而口腔疾病发病年龄虚小偏早的状况 令专家们担忧 专家介绍 城市儿童口腔疾病的产生 是过于精细的饮食习惯造成的 因此他们建议 除了让孩子养成刷牙习惯 使用含糊牙膏少吃甜食以外 还要鼓励孩子多吃粗纤维食物 多咀嚼食物 目前儿童口腔保健 已纳入上海市公共卫生三年行动计划 从今年下半年开始 由政府出资连续三年 对上海部分中小学生 经营早期的证断和治疗 以提高我们上海儿童的口腔保健水平 我们再来看文化方面的消息 一部中法合拍 名为中华小子的26集动画片 在法国电视三台播出之后 收到电视观众的广泛好评 据介绍 中华小子由上海今日动画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与法国卡通人动画公司合拍 已经销售至全球34个国家和地区 中华小子的题材 完全来源于中国悠久的文化 讲述少林寺的三个少年俗家弟子 斩妖除魔的故事 这部26集的动画片 每集26分钟 从2006年12月开始 在法国电视三台播出 并受到广泛好评 当地时间13号的晚上 2007年度的委内瑞拉小姐的 选美比赛总决赛 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了 在比赛结尾的时候 出现了一段意外的插曲 让今年委内瑞拉小姐冠军的风头 被抢走了不少 怎么回事一起来看 由于近些年 委内瑞拉小姐在世界级选美比赛中 赢得过四次环球小姐 和五次世界小姐的桂冠 因此当晚的总决赛 受到了众多媒体 和委内瑞拉民众的关注 根据委内瑞拉电视四台的收视调查 2007委内瑞拉小姐 总决赛直播的收视率 高达66% 在长达三个半小时的比赛中 28名来自委内瑞拉各地的姑娘 身穿传统服装 泳装 晚装等一系列服装 进行了多轮比赛 代表亚马逊州参赛的门多萨 和代表科赫德斯州参赛的金特罗斯 表现格外抢眼 经过一番激烈截逐 最终身高1米76的专业模特门多萨 凭借在泳装和晚礼服环节中的出色表现 以及问答环节中展现出的机智风趣 力压全方获得冠军 她将代表委内瑞拉参加之后举行的环球小姐比赛 夺冠呼声很高的科赫德斯州小姐金特罗斯 获得亚军 她将代表委内瑞拉参加世界小姐比赛 获得继军的卡拉沃沃州小姐科梅纳雷斯 将代表委内瑞拉参加国际小姐的比赛 然而就在各位获奖加利头顶桂冠 准备结束当晚的比赛活动时 现场出现了一段意外的插曲 观众席中的一名青年男子 突然冲上舞台 拽下了亚军科赫德斯州小姐头领的桂冠 摆在了自己的头上 并试图坐在冠军的宝座上 不过她很快就被安保人员制服 据这名男子说 她这么做只是想让人们对她所在的苏利亚州 给予更多的关注 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 媒体纷纷就抢桂冠事件 采访亚军金特罗斯 就这样冠军门多萨的风头 反倒因为这场插曲被抢走了不少 在即将开幕的澳大利亚黄金海岸 时装周上有一位模特 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这位模特既不厌实 体重也还算正常 那么又是什么原因 让她成为了话题人物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高挑的身材 端庄的面容 再加上一头美丽的金发 仪表出众的女孩 麦迪森加百丽 近日幸运的 被即将开幕的 澳大利亚黄金海岸时装周选中 出任时装周的形象大使 美丽的女孩 担任模特本来无可厚非 可问题在于 麦迪森今年只有12岁 在时尚界纷纷呼吁 禁止启用未满16岁模特的今天 麦迪森的模特身份 自然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麦迪森一夜间成为了 全澳大利亚的话题人物 在排山倒海的反对声浪中 当初推荐麦迪森成为模特的母亲 却依然不为所动 说挑选模特 只重表现无关年龄 不过由于来自外界的压力 实在太大 黄金海岸时装周的组织方 不得不出面灭火 表明麦迪森不会穿比基尼 也不会上台左秀 只是担任平面模特拍拍照而已 人类一直都有一个幻想 就是有朝一日 智能机器人能够成为现实 替代人们工作 也能够成为大家朝夕相伴的朋友 而事实上呢 一些科学家一直在为着这个目标而努力 这可不是普通的娃娃 它是一款以著名卡通形象 铁壁阿童木为原型的人工智能机器人 这个机器男孩 是美国汉森机器人公司的创始人 大卫汉森 和他的科研小组 花了五年时间精心研制出来的 他高43厘米 重2.7公斤 其脸部皮肤 是用高仿真材料制成的 汉森还用自己一岁半大的儿子 泽诺的名字来命名机器男孩 说起来 这机器男孩忽闪忽闪的大眼睛 倒是和小泽诺有几分相像 虽然现在机器男孩泽诺 还不能说话和走路 但是他已经能够眨眼睛 眼神能够跟着人移动 同时他还能做出喜怒哀乐 等多种面部表情 目前机器男孩的功能 还在改进和完善 汉森希望能在未来三年内 将泽诺推向市场 他的最终目标 是让具有人工智能的机器人 成为孩子们学习的伙伴 交流的对象 以及一起游戏的朋友 好新闻六十分 欢迎回来继续来看看体育方面 都有一些什么样的消息 值得关注 2007年中国网球公开赛 南单决赛昨晚结束 智利选手刚萨雷 刚萨雷斯与西班牙选手 罗布雷多大战三盘 最终刚萨雷斯以2比1战胜对手 赢得冠军 刚萨雷斯目前排名世界第七 而罗布雷多则是第11位 两个人的实力在伯仲之间 不过第一盘比赛打得出奇的快 罗布雷多机球偏软 球速比较慢 而刚萨雷斯打起球来 则是一副火炮作风 球速快 力量足 结果第一盘的比赛 也就很迅速地结束了 6比1 刚萨雷斯优势明显 接下来的比赛 罗布雷多调整了自己的状态 用球的落点变化控制刚萨雷斯 这也让火炮履履压火 3比6 刚萨雷斯也只好俯首成城 双方的决胜盘 罗布雷多的第一个发球局 成为比赛的关键 在这一局中 双方多次平分 伴随着看台上 致力球迷的加油声 刚萨雷斯毫不犀利 大力抽球破发成功 他的父亲也在看台上 为自己的儿子鼓掌 下面的比赛就成了 火炮的个人表演 最终他以6比1拿下了决胜盘 第一次举起中网的 男单冠军奖杯 比赛之后 他对明年的北京奥运会 筹码了期待 说起奥运会 北京和雅典差不多 对我来说 都是非常令人激动的 明年回到北京参加奥运会 是非常让我兴奋的 这次胜利 让我在下次来之前 有了更多的信心 北京时间9月16号晚上的11点 国际田连黄金联赛最后一战 柏林战的赛事全部结束了 而百万黄金大奖的得主也随之产生 最后的结果并不出乎大家的意外 美国女子400米的选手 桑牙理查斯和成干跳选手 伊辛巴耶娃以六战全胜的成绩 一起分享了百万黄金大奖 明女运度员分享了 今年的百万美元黄金大奖 他们是美国女子400米运度员 理查斯和俄罗斯称干跳女皇 伊辛巴耶娃 理查斯昨天的状态非常充散 即上一战创造了49秒29的 今年最好成绩后 昨天他又跑出了49秒27 这样今年女子400米最好的四个成绩 都是由伊辛巴耶娃 伊辛巴耶娃的成绩同样有异 4米82的高度 让其他参赛选手忘记下背 曾经在布鲁塞尔战 给伊辛巴耶娃带来一定威胁的 费奥法诺瓦 这次只越过了4米7二个得第三 这样理查斯和伊辛巴耶娃 就以本赛季六战全胜的战绩 一起分享了百万美元黄金大奖 男子110米蓝世界级名将 只有阿莱约翰逊到场 最后他以13秒33的成绩夺得冠军 名将鲍贝尔也没有出现在 男子100米的赛选